新闻开始我们先带你来看到财政部在今天公布了5月的赴税统计 奢侈税在5月底施行借满了两年 那么今天房产的交易现在也逐渐加温 前5个月的土地的增值税收416亿元 比去年同期大增了100亿元 不过呢受到大环境的景气不好 企业的获利减少 今年1到5月的银锁税实收的实贞数是898亿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12.5% 财政部坦言想要达到税收的目标 难度会越来越高 大家看现在1到5月的这个时根净额是7068亿 它的增幅是0.5% 增加了才增加36亿 我刚报告要增加670亿才能够达成一项目标 可见的这个 那希望下半年我们的经济情况能够好转 使税收增加 这是我们的信心喊话 进一步来观察各项税收 5月刚申报完毕的综合所的税收 是431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8亿 而证交税也终于是有起色了 比去年同期增加12亿 最突出的是5月的单月土增税实贞92亿元 比去年5月增加了10亿 单月土地交易的增值税增起见数达到7.17万件 是2007年以来 财政部针对交易建数统计以来的新稿